大家好,我是明板 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针对一些特殊网站的奇迹影响 这节主要介绍一节就是 和我们之前那些 正常的webscript功能 单独用webscript内功能 无法抓取的一些网站 需要我们比较灵活运用才能抓取 大家先来看第一个 叫做SPC键 什么是SPC键呢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块 比如说 看我点击select以后 大家注意这块弹出这个工具框 这个工具框有一个enable key events 我点击一下 它会出现一个SPC键 这三个字母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看 S表示selected 表示选择 P表示那个 选择 P表示父亲 C表示S 这三个键有什么用呢 我来一次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方说S键 我把鼠标悬浮在这块 大家看 我没有点击 我只是悬浮 然后我按一下S键 按一下键盘上的S键 S 看它悬中了 然后我鼠标悬浮到这块 再按一下S键 它也选中了 大家看下面都全部选中了 这个S键就是代替我们选中 下拉 点击鼠标 比如说看见我点击鼠标 我再点击鼠标 S就是起到 我们不用点击鼠标 帮我们代替点击鼠标这个动作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S呢 就是有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 我们这个网页点击下去 就自动选中了这个 标题 但是有的网页 它有时候是这种情况 你点击下去以后 它不会选中 它是会弹出来另一个网页 就是说它点击以后 它会弹出到 这个详情页 而选不中这个 就无论你怎么点击鼠标 它都会弹出 另一个窗口 这时候你就需要用到S键了 我们点击这块 按一下S键 之后它并不会点击网页 但是也会选中 但是也会选中这块的 标题 那PC键是什么意思呢 P表示父亲 C表示S 大家看一下 我点击 我选中这个 按一下 比如说有的网站 它这样悬浮 选中这一大块很不容易 怎么办呢 我就到它里面 随便先按下S 选中它的某个S 然后按一下P 它会扩大一步 范围 再按一下P 好 我们现在就选中了它的 我们需要的区域了 再按一下P 看它就选的更大一步了 这时候我们再到第二个 按S 看它就会自动识别到 你需要 第一个 它已经识别到 你需要的这个框 你移动到下一个 按一下S 它就会自动识别到 你这块这个框 下一个区域 当然这个好像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单独用这个 鼠标悬浮就能选中这个框 大家看一下微博 微博这块 打开WebScript 大家看我选中 我现在想要选中它这块 你需要来 包括下面这些评论这块 我滑动鼠标 但是怎么样移动都没法 就是准确的选中它这一种块区域 怎么办呢 用SPC键 按下 用SPC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个一按S 就按中它 到它里面随便先选一个 按一下S 然后接下来按P 等它库大范围 还没有包含到下面这块 所以我们继续按S 不是 就继续按P 它加大一个范围 再按一下P 好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想要的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移动到 把鼠标移动到下 下一个 然后再按一下S 你看这个时候 就不准确 我们就需要 换个位置 按一下S 不对 换个位置 按一下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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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对 我们重选一下 按S P P P 选动以后 我们移动到 下面这块 按一下S 还不对 看这个一次不对 我们就需要多试几次 反正第一个肯定是 中的 中确的 我们选择第一个 S PP 选择大的 要移动到第二个 好 我们看 这次我们选中了 我移动到第二个的 某个位置 按一下S 它就会自动识别到 我们需要选中的是 多个 这个 这种框 大家注意一下 我刚才是怎么做的 就我先移动到 第一个区域的中间 看我移动到这块 我按一下 先把这个打开 按一下S 然后按一下P P 直到它第一个 句型已经将我们所要 想要的信息全部框住以后 我们就移动到 第二个框框之内 这个时候只需要按一下S 看 它就会自动识别到 你下面 需要选中这么多 然后再移动到下面 这么多 然后我们选择 当Selecting 这时候我们点击Element Preview 看一下 大家看 每一个句型都已经被我们选中了 这时候我们保存 剩下来就是给它键测选择器 点击Select 就在这里面 我们再选自己想要的 姓名日期 或者点赞数评论数 OK 这是第一个 SPC键的 C键我们一般不怎么用 因为我们有选 选中这个 当然有时候你也需要用一下 什么时候用呢 只是不常用 比如说我们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按一下S P P P 这个时候已经是这个范围了 但是我们还想尝试一下 它范围是不是更大 这时候再按一下P A 发现它这已经全部选中了 但是这种是不对的 它是把这一种页当成一个总体 不是把这一个小句型当作一个总体 这时候我们就要返回去 再按一下C 好 这个时候它回到这个方块了 表示把这个方块当成一个总体 就是我们再移到下一个 按一下S 好 它选中了 我们当Select 保存 全是保存一下我们的这个选中的这个区域 OK 这是SPC的一个作用 下一个例子 选择器组合 我们使用的是微博的例子 这个 你下来的微博 这是上面的网址 这个微博 大家看 我们之前讲过 你下来的微博 我们是要使用 使用Admin Scuda 因为它下拉加载更多 大家看下拉加载更多 但是它我们这样的话 加取的也是一页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 如果要选中第二与第三页 我们先观察一下 它有没有规律 这个时候我们 这是第一页 我们拷贝它的URL 粘贴 然后我们到第二页 我们拷贝URL 粘贴 然后到第三页 我们拉到最下面才能看到页码 我们下一页 它已经到第三页 我们拷贝这个链接 到这块看一下 它好像只有三页 好 只有三页 这是我们观察它这个规律 前面的 大家看下面这两个 前面都一样 后面有个配置2 配置3不一样 但是第一页 好像和前面不一样 这是我们返回 我们点回到第一页 好 我们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到这块 大家看这时候第一页就和前面三页和后面两页有规律了 这是后面这个配置123改动一下 这是给大家讲的一个 给大家 有时候你直接点进去第一页 第一页可能规律和后面不太一样 这时候你就要点到第二页 再从第二页点回到第一页 就会发现第一页和以前就是多了一些东西 但是它的内容却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第一页这个时候 现在的上面 这个和下面这个 它的效果 网页链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采用下面这个 不要下面这个了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的 这个 规律分页怎么用吗 我们把一取笑加一个中括号 应该是英文的中国号 我们改成一杠三 好 我们把这个当成 start url 我们来试着抓一下 我们create sheetmap start url就是这个 我们大家看这块是 中国号 一杠三 以下来 我们拷贝 我们看一下这块是不是第一 我们把它 挪到第一 然后我们 add new select 先用element 不对 应该是element screw down 因为这个要下拉加载更多 我这块就不 id我就十遍填了 为大家演示一下 这块 这块 大家看这块 这就是我们上一个 点讲的 它这块无法 就是选中这个 比较大的框 就是我们按s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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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下一个按s 好 它选中 我们down select down select multiple选中 delate 2000 好 保存 这是我们需要 它现在创建一个选择器 因为element 它只是选中这个结构 我们select 选中这个内容 down select 保存 好 我就只选择器 我就只选择这一个 大家如果需要 这些转发数 点赞数 自己下去 试一下 我给大家 主要演示一下 element 但是go down 和规律分页的结合 大家看 它现在是在 哦 它可能是在第三页 它往下拉 对 下拉到最底了 大家看是下面 它的第三页 好 这块的话 我也不知道 第几页 我等它下拉到最下面 看它的每一页 它都下拉 但是它也会跳到 每一页 然后第二页 抓完了 然后这块是第一页了 它继续下拉 加载更多 下拉加载更多 好 到第一页 它三页抓完了 它就完了 我们刷新 大家看 这是它全部微博了 大家如果要抓其他人 也是这个规则 OK 这个组合区 我们讲完 我们看这个 大家看 这个是 animal school down 加animal click 减书 大家看 这是减书首页 如果我们抓减书的话 大家看 我们下拉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 一进来以后 它会 这块会有一个 下拉加载 才能显示 然后再下拉 它才会显示 到下面 却出了 click 如果我们直接 大家看 我 减书 我把这个删除 我们直接用 element click的话 行不行 element click 大家不要学我 我只是为了方便 选中 选中 然后downselect element preview全部选中了 这个select 我们把这个spc键选出来 s选中了 downselect element preview检查一下 是选中了的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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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因为是这种的 阅读更多 css multiple 我们选中 2000 我们保存 好我们试着 不对 我们还要添加自选择器 我们跳到最上第一个 点击select 选中 选downselect 保存 好我们开始抓 看能不能抓成功 大家看他 就直接只抓了一页三四五 就停下来了 为什么呢 大家看 因为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重新进入简数这个页面 大家往下拉 它是一开始会出现一个这个 下拉才能夹载更多 下拉两次或者三次它才会出现这个阅读更多 大家注意 我们这块的简数 这块的这个页面只是为了方便我们选中 设置选择器 但是如果 我们正常的 这个简数 简数我们正常的开始抓取 它是重新打开一次页面 它是重新加在页面 就是这样刷新一下 重新加在页面 并不是和我们一样 就手动给它拉到最下面了 这个是不一样的 有的同学 就是把这块拉到下面 然后 点击select 然后 然后到简数这块 点击Data Preview 这个时候它会发现 是可以抓取到全部的 但是 正常 正确抓取的时候 却抓不到全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块 你是手动 将一开始夹载进来的这几个 下拉夹载更多 你给手动给 拉下去了 但是 你如果不手动拉的话 它是夹载不下去的 就和你点击这块 就和你点击这块 把script一样 它并不 它并不会帮你手动 下拉进去 所以你需要 自己将这块 给下拉下去 怎么弄呢 我们先把这个 删除 这个时候我给大家 教一个技巧 我们就 它不是要下拉 我们就给它 先下拉一段 我们用一个 Element Scoot Down 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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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Selecting Multip 选中 Delete 我们选2000 保存 就是我们不设置 只选择器 这个Element Scoot Down 不是只选择器 我们就是想要它 只负责下拉 不负责抓数据 这个我们需要刷新一下 因为Element Scoot Down 已经被我们上一个 给点击完了 下一个选择器 我们用Element Click 才是用来 真正的抓取数据 我们点击这块 点击这块 当Select 好 这个我们是用来 选中这块 当Select Click More Unical CSS 往下拉 Multiple选中 因为我们要抓取多个 这块我们设置为三千 比那个 因为它是先下拉 然后再点击更多 所以我们这个选择器 让它吃一点 然后我们保存 好 这个我们需要 添加一个自选择器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选择器来 来 CCC 来抓取真实数据的 当Select 然后保存 好 这个时候我们Scribe一下 大家注意看 它是会下拉的 因为我们是这里一个下拉 加载更多 帮我们拉到最下面 这时候第二个选择器 Click 它就产生作用了 它帮我们点击 它会帮我们一直点击到最下面 它点击的 因为点击它不会出现这种 动参的效果 但是我自己往下拉一下 大家看它是会点击的 就三秒点击一次 大家看我没有点击 我只是鼠标在这块 往下拉 让大家看一下 animate是在帮我们点击的 当它扎完它就会 就是自动这个 关闭这个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它它扎了这么多 这应该就是抓全了 但是大家如果翻到最下面 发现和减收 点击最下面不一样 这个不用就是有什么 因为减收它的首页 就是不断的根据算法 再往首页上 推一些不同的文章 所以说你 你现在看到的这块 和你抓取的时候 和你现在和你以后 creep的时候抓取的时候 它是相当于刷新了一次 不然我现在在第一个日 来减收 我们刷新一下 看它这就变了 因为它根据算法不停的 往首页 就是推送不同的文章 所以说你抓 你抓取的数据 可能和你网线上的数据不一样 这是正常的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不要手勾当了 我们把手勾当删除 怎么办呢 我们大家看我 script一下 我手动帮它 我在它进来的时候 我手动帮它 直接跳到 element 阅读加的更多 然后剩下的时候就 我们就只有一个 大家看我刚才select 我把那个screwdown下了 现在只有一个 element click 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手动帮它给下拉到 element 点击 加载更多 就快 剩下的就有 剩下的就全部都是 加载更多了 但是我们有 有加载更多 这个按钮 它就会 帮我们点击 一直点击到最底部 抓取完毕 然后就抓完 抓完以后 它就会关闭这个窗口 好 它已经抓完了 我们 roase一下 看 抓了这么多 我们再刷新一下 OK 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个 简书的组合